脚步烫伤案例 4月23日 傍晚在妹妹家端一碗热汤给妈妈吃 不小心把热汤倒在自己的右脚上 因为当时穿着袜子很烫很热 马上把袜子脱下 怎知连皮也拉扯掉了 慌张期间立即撒向姜粉 很刺痛 当晚看到流出血水 回家再撒姜粉 用保鲜膜包扎伤口 夜里灼热 睡得很不好 4月24日 第二天脚开始红肿 打开胶带 全脚湿透流出很多血水 打电话请教叶师兄 他说伤口不能包住 一定要打开 然后我再撒姜粉 但血水还是不停地渗出来 傍晚脚更肿胀 鞋子穿不下 走路很困难 家人都很惊慌 深怕出事 要我入医院治疗 但我仍然坚持用原始点 决定回家休息 好好处理 我想原始点能医好那么多重症患者 我这是皮外伤而已 只要方法正确 是可以治好的 且换处不可碰它 我也应该躺下来 让脚好好温敷休息了 当晚开始在脚底脚趾贴上暖暖包 4月25日 可能是前两天的不当处理吧 伤口上面厚厚的姜粉爆裂 血水仍然不断地流出 姜粉撒下一回后又湿透了 轻轻一碰 整块姜片掉下来 清楚看到 伤口溃烂流浓 十分恐怖 一家大小都要我到医院急诊 洗伤口 害怕发炎细菌感染 要打破伤风针 我冷静地想 叶师兄说 流出浓汁是为了保护伤口的 并要注重热能的补充 我更加不敢给医院清洗伤口 这天伤口非常肿痛甭紧 脚不能着地 寸步难移 有灼热感 身体有些怕冷 但仍继续薄薄地撒姜粉 4月26日至5月1日 第一天至第六天 上网把原始点案例 小女孩大面积烫伤12天 自愈无直皮 看了三遍 明白烫伤是可以自愈的 更注意到 我原本热能 以严重不足 这个重要的因素 这几天从早到晚 都喝浓的人参汤 近24小时 把脚放在电热毯上温敷 每天三四次 在伤口上撒姜粉 当身体小腿觉得冷 就贴上暖暖包 微微出汗 少行动 多卧床休息 就这样红肿消了很多 伤口盖上的姜粉 也渐渐变干 5月2日至6日 第七天至第十一天 姜粉干硬 没再流出血水 伤口结痂 肿胀一天比一天消减 没有发冷的感觉 渐渐精神也好了 5月7日至17日 第12天至第22天 结痂开始慢慢自动脱落 成功地长出了平滑的心脾 也可以出门购物了 5月18日至22日 第23天至第27天 开始照顾老妈妈 恢复正常的生活 真开心 最后的一小片结痂 在22日脱落 整个烫伤的地方 全部长出平滑的心脾了 前后27天比对 4月26日处理前 5月22日处理后 非常感恩张医师 伟大的原始点疗法 期望原始点 能得到大众的认同 实现张医师无私的宏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